那目前巴哈拉米應該是攻下了11分 作為一個更正 所以巴哈拉米打到這種三號位 其實如果是林智傑或者陳信安來手的話 他就是一個第一位的mismatch 不過這幾球 其實巴哈拉米都掌握得非常有運動力 哇 小心失誤啊 不確實要小心失誤 現在伊朗隊急著要把這個分數拉開 因為拉開的時候呢 他就想要去做到一些包夾 做到一些操球的一些動作 反而我們的護球 跟我們自己本身一個身體的運用 要製造到對方的犯規 因為對方是更加的一些侵略性 跟身體的接觸 強的兄這是可以理解的 那另外就是國際賽的一個吹换 其實會允許適度的這個身體接觸 我們也必須要了解到 距離整道比賽結束呢 還有9分半鐘 目前比數是32比3席 9號的塔茲米 再交出來 再回給 又是交給巴哈拉米的出手 哇 豬平真的沒有辦法解決嗎 他真的是很厲害喔 給他一點時間 他已經找到比賽的一個感覺 不過像這種封線的球員 你反而要讓他 不要去接球的難度 應該會來得比較... 比較... 比較高一些 對 沒錯 34比31 不要撞到被金東 掩護之後底線林志傑 黃一下之後空打出現了 幾球都有機會投籃喔 志傑都沒把握到 好 厲害喔 隊長隊已經攻過了 7號的卡拉尼出手得分 快攻得分 這也是卡拉尼在這場比賽的首次得分 不過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想到哈拉尼 非常想念他 希望他回到場上 他回到場上 36比3C 再回給曾文鼎 曾文鼎在禁區勾射 這個球出手 小心 拿板球最後是被卡杜斯特給拿到 要小心了 這一階段最怕的就是被對方給拉開 又是巴哈拉尼 需要喊一個暫停的 尤其是要用暫停的 來冷卻一下巴哈拉尼 目前他非常炙熱的手感 巴哈拉尼在這場比賽 已經攻向16分了 幾乎全部都是其中 在下半場比賽 中央隊在退防的部分 在第四節也顯得稍微慢一些了 需要喊暫停 我們馬上回來